哈喽,欢迎来到可爱小鲜鱼频道哦 今天这个视频要跟大家说一说 这段MCO期间我们在家可以做什么 我知道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迷惘 然后有时候会很迷失自己 觉得特别压力,特别忧愁 尤其是那些家人有面对到COVID的影响 像我自己来讲 我也是有面对到失眠 到都睡不下去 然后非常压力,非常担忧,非常不愉快 而且很忧郁的状况 不管你现在是工作,打工还是当老板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很正式,很诚实的 去看待我们自己的金钱状况 加上我本身也算是蛮节省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很认真的去思考 哪一些东西是你真正需要,你才去购买 如果你现在的金钱状况出现了问题 你就应该要很努力的去寻找其他的出路 来填补你这个金钱的空洞 我一直都很相信 只要你是有心劳勤劳苦耐劳的人 你们一定是找得到出路 千万不要觉得沮丧 然后就随意的花费掉你的金钱 一分一毫都是必须省起来的 在你重新的调整你的金钱状况之后 你可以认真的用这一段空档时间 来审视自己未来五年后的目标在哪里 不管那个是大目标、小目标 你必须要有一个大概 一个蓝图来引导你自己 因为如果你没有规划 你每一天都会变得非常的懒散 也没有动力 然后时间也会一点一点的浪费 那些浪费的时间一去不回头 可是我知道现在都 可是我知道现在的人都有一个同病 就是拖延症 包括我自己 有时候我要完成一个东西之前 我也会一直找各种借口去忙 就是不要去面对 但是上一天 但是前一天我看了一个演讲 那个演讲是教你10分钟定律 不管你多么不想做那件事情都好 你不想开始 你要告诉自己 你要逼自己 给自己10分钟 如果我开始了这个10分钟 我觉得还是做不来什么 我就放弃 你千万要设定给自己 这个短短的10分钟 而这个10分钟就可以去决定 你那一件事情的开始和完成度 当你设定了这个10分钟定律 你的脑袋就要一直灌输你自己 如果我想放弃 我就等10分钟过后放弃 无论如何 你先开始那个10分钟 相信我这个东西很重要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不困难 只要你开始 当你开始了 就是成功的一半了 基本上每一次 我都会记录起来 我的金钱花费到底是在哪里 有没有需要 然后当你有做记录之后 你会很明白你的金钱流动 然后量力而为的去 控制你自己的购买率 不只做金钱规划 你也可以做自己的人格设定 就是说你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人 你往你的缺点来放大想一想 你喜欢的人是怎样的样子 你可以慢慢去做改变 每一天都可以改变那么一点点 来认知自己 把自己推向更美好的样子 我还很喜欢回忆照片 就是你懂那些以前旅行的照片啊 以前去哪里玩的照片啊 存在那个hardies 我都很喜欢一点点看 因为当你翻阅照片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当时的那一份喜悦更快乐 像那天我就是去找我姐姐聊天 我发现她竟然在看护照 记录着自己几年份去哪一个国家 过后我也一起记录 我就发现 原来回忆照片是很棒的事情 你可以透过照片来感受你当时出去旅游的幸福感 尤其是在这一段疫情期间 我们哪里都不能去 所以我觉得得空你可以整理一下 你自己的手机 自己的hardies 那些照片会让你整个人变得很开朗 然后平时空档的时间 我也会打电话给我的家人 因为我的父母在别一个州 所以我觉得养成两到三天 至少打电话给父母一次 告诉他们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或者是问一下他们最近的近况 因为你要知道这一段时间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人生还有多少个几十年 你可以跟你的父母这样子过 应该要认真的去想一想 你自己可以为他们带来一点什么快乐 也是可以安排一些亲子的互动 一起养个鱼 一起出去散步 我觉得这都比玩手机好太多了 我觉得每一个人 不管是亲人家人爱人朋友都好 只要你是每一天都相处的话 一定会有磨合 但是只要你是愿意沟通 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解决 你必须适当地表达自己 表达自己的不满 别人才会知道 然后当别人表达的时候 你必须专心地聆听 专心地聆听 然后尽量不去触碰别人的底线 多多地为别人着想 别人也同样的会为你着想 只要你保持一个开朗的心 你看到的世界就是开朗 只要你保持一个积极向上 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 以上就是我所分享 我这段期间会做的东西 然后你要清楚的知道 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你把你的时间放在哪个地方 你的成就就会在哪个地方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在生活可以做的点点地点 你可以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 Bye